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会否想到金人满屋 弄得好一点 红红金金的呢 虽然口味人人都不同 不过我看一些金光闪闪的设计 可能不是那么时尚 有些传统气派 对于新一代来说 感觉好像漂亮了一点 要突显自己的品味 可以透过多元化的装修物料 来呈现 选对材质 用低一点的成本 一样可以塑造出豪华感 近年也有不少人 喜欢做轻车华的设计 想在小小窩居都可以 出出豪华感 最常见的方式 就是在一些云石纹 加一条金边 但明眼一看就知道 物料真的未够斑 我们今天就请来设计师 Anthony 跟我们讲解一下 究竟如何在 简单用价廉物味的成本 可以做出轻车华的装修设计 Hello Anthony 你好 其实我们最常见的 可能是一些厨房 厕所的砖 很多人都喜欢一些 云石纹的设计 看上去真的有些 好像很豪华的感觉 好像酒店感觉 但是这些地方 又容易骚髒 就是要选择骚髒的物料 再者 就是要容易打来 容易保养 即是真的云石 一黏了一些化学剂 就很难抹得掉 很难抹走 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这些黄房纹石的砖 给大家看一点点 我现在手上 拿着两件材料 你们猜猜哪一件是 真的石 哪一件是 我们称为硬板 仿云石的砖 嗯 我也认识一点 真的砖 真的云石砖 应该有追问 这个应该像是真的 那这个呢 有什么分别 其实呢 Melody是说得对的 这个呢 其实就是仿云石砖 那个明显分别呢 就是如果真的石 你会看到那些纹 因为它是由一个 银子切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纹 是一直走通了 但是砖 只不过是只有表面 会有纹 你可以很明显 在旁边这个位置 就看到 其实它是没有纹的 那我们基本上 就会用这个方法 去界定究竟 它是真的 是真的纹石 还是纹石砖 如果你觉得 哇 我想用纹石砖 有没有可以 尽量做到 好像真的纹石 那我就会 有一些设计的方法 例如是怎么样 令到一个纹石砖 可以追到纹 我们叫 令到人感觉 它好像一个实心的石 拋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其中 自己研制的一个样板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它只不过是 将两块的岩板拼在一起 不过呢 因为岩板很有趣的 它是很大块 它可以做到 可能三米乘二米半 或者两米的一块 那变成了 我们在选材的时候 就特别在接驳位 尽量用同一块去做 那我们就可以做到 一个追纹的效果 本身的成本都不便宜的 基本上就是 差不多三千 至到五千元 每米平均 那如果你去找真石 其实有一些石 都是三千至五千元 那你是无需要用岩板 不过 如果你用白色石 我们叫做 Cala Carta 这些石 基本上就是 两万元 一个米平均 起跳 但是 你选择一个 可能三千至五千元的一个岩板 其实你就等于用四分一的价钱 就可以做到 真石的效果 那我就觉得这样设计得来 你是充满了 但是成本控制也都好了 刚才开场也有说过 其实见到现在 近代大部分轻车设计 做法都是在石纹砖中间 加快金边或者钢边 那这条边的材料 物料是怎样选择的呢 其实在物料上面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不瘦鋼 但是就会变到颜色在面 那好像现在比较流行的 我们叫做绿色的颜色 或者青铜的颜色 其实你见到本身都是不瘦鋼 其实你见到的 无论是绿色 或者绿色 即是古铜色 我们的做法都是用不瘦鋼 但是是电道的 它可以电道不同的颜色上去 那你见到金色也可以 深啡色也可以 那实际上它其实是模仿着什么呢 它是模仿着一个真实的古铜版 你就会见到其实真实的古铜版 它的纹理各样都是丰富很多 和立体很多 不过价钱上 它是会比不瘦鋼电道 差不多一倍 可不可以说一下它们两样 成本的分别呢 成本的差别都大 譬如你用电道不瘦鋼 或者用真实古铜 价钱是差不多一半或以上 都会发生 但是我用肉眼分辨这两样东西 那用电道这一款 是否应该反光的程度会高些 就是看上去也有点假的感觉 有没有呢 都会的 因为它的模型是电道下去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立体 就比较平面一些 但是你见到古铜的纹理 是会更丰富一些 和立体一些 这个古铜 其实它是因为天然材料 它会慢慢自己飞兜 它会有慢慢不同的转变 那么很多客户去选用古铜 就是因为喜欢它这个特点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想可以保持充满 所以最好都是用不锈钢电道 那么颜色就一路永逸一点 有不同的物料都未够 身内设计的工价都很重要 是的 幻想总是美好的 不过装修设计 始终关系到实际起居生活 怎样摆位 怎样分配空间 都要仔细研究 想看一些设计得好好的装修个案 除了开电视 看看设计师介绍 当然还不少得上网 吸收各路高手的推介 就像我平时上网那样 有时都会看到短片 将房间重新布局 那些想法都挺新奇 你是不是就是那些 又普通话旁述的3D片 是的 就是那些 是挺好看的 但也要留意 因为内地和香港在开析 和建筑习惯上高都有分别 可以参考的 但最好就不能直接抄来用 不如和大家一起看片 找林sir分析一下 欢迎发财林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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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祝你努马精神 找多点 大家都找多点 还有身体健康 最重要是这样 传统上过年就是不动土的 那我们这次都不走地盘了 我们转去看看一些想法 好 怎样看呢 究竟 一年之计就是坐于春 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 计划一下自己的房子 将来有什么去向 如何设计 因为近这几年流行在网上 有很多关于设计的资料 有些内地的Renderings的片段 都挺精彩的 讲到天花龙凤 是否真的这么厉害呢 不如我们这次一起看一下 好 我都看过都挺精彩 我们研究一下 好 好 四个小孩一间房 老婆一不小心生了四个娃 只有一间房 再加急的团团转 天生我才这样装 一 几根杜心方钢做框架 中间四根短管焊接 再找老丈人借两块零花钱 买几根膨胀螺丝 把它牢牢的固定在墙面 记得框架底下焊接几条腿 把它支撑起来 外包几块石木板 就是悬空台 就算再笨重的大象 站在上面都压不垮 二 左右两边做半高的衣柜 上面放换计别放的衣服 下面全座挂衣区 挑选衣服一目了然 关上衣柜门美观挡灰尘 三 放上松松软软的床垫 大娃二娃睡觉才香香 靠墙的床贴软包 睡觉翻滚不磕碰 四 底部的空间不浪费 坐上四个大抽屉 四个娃的物品分开装 记得底部安装活动的滑轮 孩子推进拉出财布费力 五 再用几根杜心方钢做床架 中间几根短的横竖焊接 用剩下的几根膨胀螺丝 把它牢牢的固定四周 床尾两根立柱倒顶固定 再外包拾木板 记得立板挖个洞 麻绳网格固定 安全不打光 六 床头再加两组倒顶的衣柜 再多的衣服都放得下 安装衣柜门美观又防沉 七 放上薄薄的床垫 三娃四娃睡上面 松松软软才舒服 墙边圆形软包 保护墙面的同时 右部缺失温馨感 记得安个铁布栏 防止睡觉的时候滚下来 八 楼梯踏步做抽屉 世界文学名著随便房 睡前看书超方便 中间安个吊扇凳 孩子可以在上面随意走动 真的非常凉爽 记得窗帘装在窗户里 节省空间还没关 九 上方做吊柜 收纳四个娃不常用的物品 中间做书架 高考复习题随便房 下方做书桌 轻松考取985 最后看看卧室整体效果 好 看完这一间 很夸张 四个小朋友住在同一间房 究竟是work不work的 都值得参详的 他很聪明地把重身的东西归边 即是衣柜推到没有窗那边的墙身 而有窗那边就被小朋友讀书做书桌 入到房间的时候 令到空间感仍然存在 都是一个好的设计 当然受力一定要好够 因为要背着两个人 兼要有这么多衣柜的重量 人还要在床上移动 所以要落足螺丝 只要长身尤其是天花的碎士 长身如果是沙砖实心砖长 不是空心砖长 落足螺丝其实都没问题 这样做法很紧张一件事 这里是否牵涉到可能 在香港做潜见呢 他没有做到一个加建流层的动作 他没有加建实用面积 和做一些改变主力长身的动作 所以这个不是潜见 他只是一个傢俬安装 所以我最担心他都是够稳定 但其实他没有犯法例 柬楼是人生大事 除了要看好间隔 内拢和景观 还有很多很多细节 对于楼宇价值 日常生活都有影响 不可以忽视 而且不可以想当然 一般来说高层当然好过低层 不过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其实高层都有他独有的问题 尤其是全新楼 高层单位都有些地方 要特别注意家居保养 收留之后要持续查住 休息之后 詹姆sir会详细讲解一下 在过往我研究这么多楼 我发现近天台那几层的批档 空股的情况比其他层高 高层差不多到近天台 晒得特别烈 日照的时间多了 因为木隔有这么多楼遮住 所以顶上那几层的批档庞 是多了的 觉得我自己住高层的 就特别冬过人的 我以前住不太高 没有1.40楼 特别冬过人的 低层通常清洁是较差的 因为很多工人都出出入入 甚至乎有些单位 有些工人可以用来放他的杂物 用来做他自己的临时的工作 耕舍自留也好 我们叫做家暴 做他的家暴 很多时候外面的建筑期 很多帆盒都扔出去 所以那些老鼠蟑螂特别多 来到八年的季节 又是回答长辈问题的时候 结束分了吗?生不生小朋友? 每年都会有人提醒你计划将来 如果有多些计划 家企翻身如何运用 就自然顺理成章 就像今集的设计单位 年轻夫妇买入长沙环维港匯 一个大约840尺的单位 原职有三间睡房 主人房以外两间客房 分别做了医务间和小朋友的睡房 正正是预先为未来的BB预留空间 所以早就在新楼阶段装修好 将来就不用再烦了 入屋看看 装修之前 单位收楼时的情形 艇区的开迹事正 也有辽阔的海景 不过主人房入口 唯于艇区中间 布局就要刻意遷走这个位置 也有一个择墙的玄冠 考验设计师 如何用尽所有的可用面积 配合户主夫妇的喜好 这次选用法式现代风设计 透过线条和立体材质 为浅色调的家居 营造丰富的设计感 这里就是长沙环的维港每单位 这个单位主要是840尺 我们设计的风格 主要是一个法式现代风位置 主要是两个人居住 就是身分夫妇 但暂时没有小朋友 不过其实他们都打算 为将来打算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未来的小朋友房 他们的要求就是想光亮一点 颜色上就不想用到感深 所以主要想浅色为主 要用尽天然的彩光 在维港景观面前做到勾式风情 就要由设计师Cynthia 为户主夫妇度身订造 整体上户主对于设计 都没有太多特定的要求 主要是希望在主人房 花多点心思 营造舒适的二人空间 透过间隔改动 适当分配面积相当重要 最大的改动就是 我后面的主人房位置 其实原先的墙身会再向后一点 但为何我们会将它移前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想在衣柜 做到三边下床 所以我们床尾后面 就会放在大衣柜 所以变相空间不够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墙身 考虑向厅那里再向外移 但向外移之后 就是因为很多客人都会担心 空间间会否窄了 所以我们就会在设计上 做到头尾呼应 我们两边的墙身都会用了 一些平板的形式 去做一个围板 所以在视角上 不会太明显 看到很多白痴痴的墙身 反而会用一些材质上 去丰富视角 在主人房的焦点位置 我们就会用了同一种形式 其实你会留意到 比例跟客厅方面是一样的 但我们中间 就会转换了另一种材质去做 这个就是用了包布的做法 所以看下去的效果 都会相对丰富 这个单位 其实用了很多款 不同的布料 或者是不同模型的墙子 甚至乎石材 都会有几种 包括一些地面上 一些在墙身上 一些在墙身上 电视柜身上 或者是我们特意做了门框位置 因为这个门框位置 其实都是一些 发色常见的设计风格 所以我们就特意 会在走廊位置 加入这个焦点 然后放进去 Sivi 看完整间屋 唯独是主人房的天花板 是不同的 是否护主特别要求 其实我们护主想在 主人房的空间 和客厅有分别 所以我们就会在 天花方面着手 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贴了墙子 在旁边围着花线 令到空间看下去 就会不同 而且一进去的时候 看到感觉就会不一样了 一般装饰用的吊灯 就放在主人房 而客厅就主要用 隐藏的灯槽 和盒子灯去做主要的照明 从而拉高客厅的 楼底视角效果 因为这个概念就是 一些法式的住宅设计 都很常见的 我们就会在主人房的 床尾位置 就会下一个大的吊灯 反而我们就会 写却去了厅那里 就不做这个吊灯 因为我们厅 首先我们减浅少少的空间 如果我们再下吊灯的话 在视角上就会相对比较压迫 或者是影响视角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重点 搬进去主人房 就可以配上上面的 腸子花线了 虽然客厅的墨墙收窄了 但是透过浅色的主吊 再加上平时阳光的照射 令到整个客厅的空间 看下去都会阔落些 全个单位以浅色做主吊 设计师在选材上 用了不同的物料 例如是不同型号的腸子 各种石材等等 令到视角效果看下去 不会觉得太单调 通常我们一个单位 我们尽量的颜色会 相对比较浅一点 之后 其实我们想把单位 再丰富一点的话 其实就在材质方面入手 譬如一些腸子 一些 panel的花线 甚至是石材 一些镜桿的位置 我们都会加多一点 尽量令到单位 虽然颜色上面 就会比较浅色 但其实效果上面 都会比较丰富 为了营造发色的风格 整个单位到处都有花线贯设 客厅的灯槽 櫃门等等的位置 都可以看到 选用花线的款式 都有一定考究 通常发色的设计 比较主观 就是一定用花线的设计 所以我们这个单位 大量地都会用了一些花线的形式 去表达 尤其是一入门口的圆关位置 甚至乎大厅 或者珠洋房 或者一些贵身方面 都会同样地用到 在选择这个花线的时候 其实同样地 都会有技巧要注意 因为一般旧色的花线 就会比较笨重一点 厚身一点 和复杂一点 相当我们今次这个单位 因为我们想要选择 先选择 选择的款式 都会相对轻身一点 看起来的效果就会比较流行一点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看起来会有少少老土的感觉 护主就特别希望 有一个独立的衣务间 同时可以满足处物需要 所以设计师就将原池的 其中一间房 改了做衣务间 我们刚提及过的 就是珠洋房后面 我们因为加了一个贵身 所以其实里面的空间 不算太充足 这个贵身就未必可以挂衣 所以我们就会安排 有一间房间 就会特意做一个衣务间 这个衣务间的话 贵身也是足够去进行一些挂衣 或者是一些大件少少的 儲物用途 而房间的话 主要是一些轻的收纳的位置 户主就留了这间房 来做衣务间 除了可以满足两个人的 儲物空间之外 都可以被女户主作为化妆间 使用 而原积的另一间房 改动之后 变成了一间小朋友房 预留给未来的下一代 户主就不希望房的设计 会受到性别限制 所以整体的风格都偏中性 小朋友房间的话 我们想将她的风格定义得比较中性 无论年轻的性别是怎样的话 都不会太影响之后的改动 或者是选择 首先就是我们会将一些 可能在鬼身上面 尽量玩一些曲弦的元素 因为就是 一来就是可以避免到小朋友 会容易撞到 二来的话 就会增加一些脚尾性 颜色上面 都是一些浅色 配搭一些木纹为主 所以其实都比较流行 和会不太影响之后的改动 小朋友房间不少位置 都有弧形贯彻 缓尾性多些之余 都可以留点想象空间 让小朋友发挥创意 拼继不同的形状 过年气温又急降了 大家外出记得要穿多件衣服 千万不要摔倒了 大家新年假期过得开心 有个好开始 也要继续留意着 我们的节目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下载有线新闻APP 可以重温每集内容 follow我们的专页 和观众群组 紧贴最新资讯 如果大家有什么 家居而难的话 都可以透过这些途径 发问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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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的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